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今夜在攻防两端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常规赛最后一轮 中国女排的对手是零胜时的韩国队 比赛时间是7月3日的18点30分 出现形式本场之后 中国女排7胜4负及23分 暂时排名第四 根据规则排名前8的球队将晋级总决赛 而目前排名第九的加拿大4胜5负及12分 还有三场比赛要打的加拿大 最后三轮即使全胜 最好战绩也只能是7胜5负及21分 无法超过中国女排 所以中国女排本场获胜之后 提前锁定前8席位 获得了进入总决赛的机会 而进入总决赛 是中国女排此次参赛的主要目标 本场之前 中国女排6胜4负 在积分榜排名第五 最后两轮中国女排 只要赢下其中的一场 就能确保前8席位 从而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中国女排本轮的对手 多米尼加世界排名第九 去年的式联赛 中国女排在面对多米尼加时 3比1获胜 如今时隔一年之后 双方再次相遇 蔡斌指导在主攻位置上 派出了李盈盈和金叶的组合 袁新月和王源源搭档付攻线 接应攻翔旅 二船凋零与自由人王伟一 第一局多米尼加丝毫未造打手出界 王源源三号位 快攻为球队拿分 多米尼加一度取得6比3的领先优势 不过随后中国女排 打出一波10比1的得分潮 将分差拉开 期间今夜 李盈盈和王源源均有掌握 多米尼加连追三分 中国女排13比10继续领先 李盈盈后排强攻打中 攻翔宇被平下球 袁新月平拉开得分 中国女排连续掌分 将比分改写为21比13 多米尼加大势一局 中国女排25比19顺利拿下第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首局李盈盈拿到全队最高的5分 凋零于4分 其中3分来自于篮网 第二局 王源源和龚翔宇先后为球队拿分 双方战至3比3平之后 多米尼加取得比分上的领先 不过中国女排将比分追至6比6平之后 利用今夜的轻打和袁新月的发球 以及对手的15 连拿3分建立9比6的领先优势 中国女排15比13之后 造成对方卡伦 期间连拿6分建立21比13的优势 中国女排成胜追击 没有给对手追分的机会 以25比16再下一程 大比分2比0领先 前两局战霸 李盈盈达到8分 袁新月和今夜分别7分 龚翔宇6分 第三局 李盈盈后三率先拿分 多米尼加2号会定点强攻 对手发球下网之后又进攻失误 中国女排开局取得5比1的领先优势 多米尼加在追回2分之后 中国女排由李盈盈的进攻 和袁新月的拦网 再次扩大分差 多米尼加在场上的失误开始增多 中国女排则越战越勇 没有给对手追平的机会 中国女排一鼓作气 成功拿下第三局 从而以大比分3比0战胜对手 提前一轮出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